北京时间12月26日23点 英超第19龙利物浦4比0战胜纽卡斯尔取得联赛8联胜 由于曼城那边爆冷1比2 遭到莱斯特城 逆转这让利物浦0好优势扩大至7分 根据OPTA的数据统计显示 利物浦胜一次在英超领好优势 达到6分以上 要追溯到2002年11月2日 这是克洛普执教利物浦的第一百场胜利 可怕的是 他仅用181场便完成这样的里程碑 同时 这也是他的球队 在安菲尔德的30场不败开局19场不败 在此前 利物浦对时仅完成过两次这样的壮举 同时 他们现在也是五大联赛仅剩的三支不败队 除了他们还有巴黎和尤文 由于尤文这一轮 被亚特兰大打击二球这样尤文的联赛丢球数 达到了十球之下 五大联赛只剩下利物浦一支队丢球数 七球还没上双 我们下桶最后三支是推荐的一支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